他真的他每次都跟我說 他說他這三十幾年沒有背過這麼多台詞 沒有下台 哈哈 可是舞台劇不一樣 你上去就是上去 你一昂是一個快兩小時的本 對 其實我們在台北首演的時候 十二加營 十三場 那前面的一半 我是要求要看資料 台灣的社會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小人物們 他們給予這個社會很多的力量 我們劇作家戰士本身 他的媽媽就是做卡OK店的 所以他幾乎是把這個作品 獻給他母親 對 跟他從小一起長大 這些阿姨們 陳立信玉美是一個要去基隆港邊 自殺的人 在我們經濟起飛那時候 被丈夫拋棄了一個台灣女人 他說基隆港那時候非常繁華 然後他想要到港邊去 他擠不過去 所以他死不了 其實Ponger Ponger他有跟我講過一件事 就是他說他以前想要 就是他剛剛講 他想要演女人 台灣女人這樣子 可是因為在主流的媒體上 就像您說的 其實Ponger他就一直都會覺得 他好像覺得他就是主持人 然後他是一個比較 比較學習比較有趣的一個方式 去扮演女人 可是他其實是認真的想要扮演女人 那其實他給我這個ID 我跟Ponger工作過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認真的 一個表演者 他絕對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去找了詹姐 我說小潔我有這個想法 然後他說他其實當時 其實真的是蠻臭巧 他說他當時在醞釀一個 卡OK店的故事 其實是要寫給他的母親的 然後他突然就看了Ponger 就說那我們來做這個故事 然後就把大綱給Ponger Ponger覺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走這個案子 那個電影給我一個想法 我想在台灣的電視上面 創造一個真正男人的反傳 可是當時電視台是沒有通過 從我母親身上 我從小然後她的教育方式 一路看著她這樣子 我了解了台灣女性的那個本質 一個堅韌的韌韌性 加上一個耐性 這個把它傳達出去 我去做田調的時候發現 那些阿姨們 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這是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這個東西讓我覺得 是這一個戲對我來講最困難處理 因為它不能太樣板 好像是我們想的那些人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卡OK 幫忙一起喝酒聊天的那些阿姨們 是一個特別的形象 可是其實沒有 她第一次去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我跟我一群阿姨 就是進入老家的阿姨 是一樣的 跟妳的對待就是 唉唷 年輕什麼的 就是 完全沒有那種 我的既定印象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 它是我第一線 感覺到的情感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需要被傳達到 不一樣的人 進來的觀眾身上